打疫苗能增强免疫力 但是由于长者感染肺炎链球菌会高烧咳嗽 还容易并发重症 继中央扩大接种对象到71岁以上 新竹县自购1300剂的疫苗 也放宽到70岁就能够施打 已经开放接种 感染肺炎链球菌危害呼吸系统 提升长者保护力 中央扩大接种对象到71岁以上 新竹县再放宽 自购1300剂开放70岁就能打 那原先在中央这个对象是71岁 那我们觉得我们在面向可以再广一点 像70岁这个老人家也需要保护 所以我们杨县长特别 我们自己自行采购疫苗 来施打70岁以上的长辈 另外我们也考虑到弱势 弱势的部分也可以来施打 护理人员帮长辈消毒后 接着完成注射 一旦感染肺炎链球菌会高烧 咳嗽和气喘 还容易并发肺炎 败血症和脑膜炎 接触带菌口鼻分泌物或吸入飞沫 就会被传染 卫生局自购23架和13架 肺炎链球菌疫苗 提供42年次70岁长者 与社及竹线65到70岁中低收入户 歼15丰65到70岁长者 符合年龄从未接种过的 都能到卫生所和合作医疗院所接种 这个肺炎 其实我们年纪大 最怕就是肺炎 尿道感染 肺炎最常见 你常常有流行性感冒 像现在有新冠肺炎 在社区里面其实常见的 就是这种链球菌造成的肺炎 链球菌造成肺炎 大概有994种的类型 我们的这个疫苗 大概有23下的肺炎链球菌疫苗 基本上对常见的都可以保护到 上网或电洽疫苗接种时间 需带健保卡身份证 第一收和中低收证明 卫生局鼓励长者多利用 尽早打疫苗来增强保护 屏 Marvel 您好 试试 您好